我好屬中國古代速谷,現代的足球一定拿不到我 速谷,爆谷即是吧 什麼爆谷? 老師說速谷是中國古代足球比賽 相傳是皇帝時代訓練士兵的工具 在戰國時期已經很流行 你說得對,粗即是用腳踢的意思 谷即是球的意思 大家快點攔截它 唉,如果你剛才把球傳給隊友 就不會被人攔截了 那個球是我搶到的 是我搶到的 不如這樣吧 讓我跟大家說一個關於截戰的故事吧 老師,小心 葉仔,你沒事吧 我看到星星 公元424年 劉宋少帝景平二年 北偽泰武帝恥光元年 請問你是誰 你身在突玉雲路障裡 你不知道我是誰嗎 突玉雲? 記得老師教過唐大師人王昌寧有一艘重軍行 說大唐軍隊戰勝了一個游牧民族 前軍夜戰屠河北 以暴山琴 咦,慢著 師哥原句是 以暴山琴突玉雲 但是我這麼說 會不會得罪他呢 屠河是魏國之地 前軍夜戰屠河北 然後怎樣 這位大王可能接受不到真相 唯有亂說 前軍夜戰屠河北 以暴山琴大唐人 咦,大唐是什麼地方 這裡接倫魏國 再向北就是遊園 而我們的東南方是劉氏宋國 我叫阿柴 特玉雲的大王 宋國夫我做安西將軍 哦 原來現在不是唐朝 是南北朝的北藝時期 比唐朝早了差不多二百年 我都聽不明白你在說什麼 我還有緊要事做 他是我的弟弟毛利縣 這位是我的大兒子偉黛 其他都是我的兒子 看來他們相處得不太和睦 沒錯 我現在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希望你們幫我解決一個疑難 你們每人拿一支箭 父親 請你給我一把弓 去表現高超的箭術 這裡一把弓都沒有 近來我練習吞劍 吞箭也行 有魔術表演嗎? 我也想看 其實我想大家把手上的箭截斷它 弟弟 我都給你一支箭 你可不可以截斷它 就是這樣 現在給你十九支箭 你試試再截斷它們 你們看見嗎? 剛才你們很輕易地截斷一支箭 但是 當這些箭俠成一束的時候 就很難截斷它們 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 但是只要兄弟齊心協力的國家 就能夠穩固了 我明白了 我們一定會齊心合力 互相幫助 對了 我要抽身這件事 告訴我的隊友 小兄弟 現在問題解決了 我請你吃大餐 不行 吃太飽又怎樣踢球 速谷嗎? 原來你喜歡速谷? 多謝你的邀請 我要告退了 公元522年 北藝孝明帝靜光三年 對不起 請問你是誰? 還有這裡是… 你好 我是魏修 魏國人 現在跟隨父親遊歷邊區 你是否突獄魂的百姓? 我是葉仔 我從香港來的 香港? 是不是突獄魂的一個部落? 咦? 原來我仍然身處於南北朝的北藝? 哦 你就是將截戰這件事記錄在歷史書裡? 哦 啊 你將會是出色的歷史學家 這個紀錄送給你 我現在趕著去踢球 速谷 好高興認識你 再見 這位小兄弟真是奇怪 蛤 字體這麼奇怪? 不過我都看得出一部分 寫著…截戰? 嗯… 哦 是不是開始下半場了? 差不多了 我剛剛想說截戰的故事 你就暈倒了 老師 不如讓我講這個故事 啊? 好啊 這樣… 這樣… 就是這樣了 這個故事教訓我們 一個人的力量有限 但只要齊心協力 就不會被困難阻撓 我們一定會贏啊 好啊 我們一起努力,加油! 好啊 耶! 你們投機要答你們的齊心 我們金敗下風啊 都是要謝謝葉仔講解截戰的故事啊 大家以後都要團結一者 互相扶持 是這樣任何困難都可以解決的啦 截戰 毅修 阿柴有子二十人 偉代 長字也 阿柴又惠藥 與等國鳳五一支箭截之地下 我而命武帝茂利賢藥 與取一支箭截之 茂利賢截之 由藥 與取十九支箭截之 賢不能折 阿柴若 與曹之否 但這二折 中則難吹 六力一心 現後捨跡可顧 中文字幕提供